那我们今天上课内容里面我已经贴了一大堆的投影片还有相关的内容 那我不会一个一个讲 我稍微每个点一下让各位知道说有这个东西 那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用看的比我用讲的快很多 所以我讲通常要讲100分钟 结果看的我觉得可能你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完 所以我这个可能有或许有跟各位提过 就是我现在课程像以你们这门课而言的话是自己选程式语言 那原则上以你们可能很多次会用C 那迁入式系统的部分和作业系统那些大部分都是用C语言 只要是跟底层需要速度或跟硬体有关的东西通常会是用C语言的 那但是现在在上层的部分的话 我通常都会采用JavaScript 也就是比较偏应用程的偏网路程的偏视窗的偏那个 就会采用JavaScript 那这里原因列的很长 那这边有一张图 我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给各位看过 这张图呢 我的课程大概会规划像这个样子 一年级以JS为主 然后会补充一些C 然后在科学计算和能工智慧上面都使用JavaScript为主 然后呢 这样他就可以往前端网页走 往网站程式走 往手机程式走 往视窗程式走 或往游戏程式走 都可以 那如果是走C这条路的人 那就进阶的就是资料结构 系统程式 演算法 那以今天这门课系统程式而言的话 就是你能写编译器、主义器、虚拟机、作为系统 这些东西 你系统程式的能力应该就齐倍 但是我们N2Testries这门课 这四个都有写 那你如果能够自己写出来 这方面的能力应该是不会太差才对 应该会有蛮好的能力 应该这样讲 那再来作为系统编译器 迁入式系统和组合语言 这些都是会用到C的 那另外比较应用编的 通常都会用到高阶的语言 那我现在都几乎采用JavaScript 那这些会跟一年级的数位逻辑 跟计算机结构 二年级的计算机结构合在一起 会 各位上到这门课 上到现在应该很有感觉 跟数位逻辑有绝对的关系 跟计算机结构 反正各位到目前为止 也都大部分还在计算机结构 那系统程式还没开始 所以你要赶快进入这个领域 那这个是我采用这些程式语言的原因 那另外呢 如果你今天这门课的作业 你系统程式的部分 会使用C写的话 你可能要小心这件事 这一个投影片各位有看过吗 我有给各位讲过吗 没有 稍微很快的看一下 因为这是那天刚好有同学问了一个程式 我一看哇 不得了 这个程式 非常不得了 然后 我就 就写了这一个投影片 你看这个程式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看起来好像还蛮漂亮的是不是 其实问题说 说真的是蛮多的 可是你一眼其实是很不容易看得出来 到底问题有多大 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几个 第一个这里可以加括号吗 不行 你只能加信号 对啊 你只能加信号 你不能加括号 这里也不能只有空括号 对啊 你至少要有初始值 那如果你没有初始值的话 那你可以写 信号C 但是你就是不能写C括号 对啊 这里不能写size of吧 虽然它会算出一个值给你 但是绝对不是你要的 对 你要的是阵列的长度 但是呢 这里会得到的是指标的大小 指标所占空间的大小 OK 所以这个也是不对 那这里最好是不要用中括号 以C语言而言 这里就直接用信号 前面加信号用指标就好 最好是不要用中括号 应该编译好像可以过 但是最好是不要 再来这个I没宣告 这很明确 然后呢 ReturnC 对 那这个要一致 就是C 信号 然后下面这里 你说I吗 对 I没有宣告 对 这里面I没有宣告 所以这个程式短短的 你看起来又很合理 事实上它错了很多 所以这个程式错有几个 你可以看到 Compire下去就会一堆错了 一堆 那把它修改完 B 这个 这个是JavaScript的版本 这不是修改版 如果你用JavaScript的写 你会觉得这样好像 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你现在写的是C 不是JavaScript 好 那我们看看到底有几个错 如果 阵列没有给大小 这是不行的 你C元里面这阵列一定要给 譬如说100 或之类的 你不能不给大小 不给大小 你只能宣告指标 你不能够宣告阵列 那 除非在参数里面 在参数里面 是可以这样子写的 那第二个 Syself 其实是不能取出参数阵列的大小 C元是一种编译式元 它必须要在编译的时候就能算 那编译的时候 它能够算出A的大小吗 A的大小是不固定吗 我这次呼叫我给他100的 下次呼叫我给他1万的 你怎么知道它到底是多少的 对吧 所以你是不能够这样子给 用Syself去取得它的大小 第三个是 初始化 正列 在C元里面要用大括 不是中括号 然后 第四个是 正列不能直接印出来 你如果直接把 把正列拿去丢 那会印出指标 而且用加号也不对 C元的字串加号 会非常悲剧 所以 C元的字串是不太能加的 那JavaScript的字串可以加 那问题还不止这些 应该传回的是指标 不是正列 这个iML选稿 第七个错误是 接收应该用指标 不是正列 所以 最后 修改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样就够了吗 其实不太够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写法 不是一个很好的C写法 不是一个很好的C写法 你觉得哪里不好 他在这里有分配记忆体吗 请问哪里回收了 没有回收的话 那一直分配记忆体 如果我add一万次了 一万次还少 一兆次了 那你的记忆体就挂掉了 所以 你只要有Malloc 一定要有回收 可以 OK 一定要apply 对吧 C元的Malloc 千万千万不要乱用 而且很多公司是要求Malloc 是要对称的 你一定有一个 比如说 alloc的函数 或new的函数 然后最后要有一个free的函数 一定要对称 那这个是写C的一些必须要有的习惯 那可是 除了这样以外 其实Malloc 能够不要在函数里面用 尽量不要在函数里面用 你去看 OK 这是可以正确编译的 但是这不是很好的 Malloc 那这个C元的特色是执行速度快 Malloc有什么问题 Malloc 最后 你知道 Malloc 他要做的时候 他一定要去找一块 够大的区块 分配给你 然后再把那个区块减小 这个在我们第十二章的 作业系统 那一个 那一个 作业里面 他有叫你自己实做Malloc 你就会知道 不过他不是实做C元的Malloc 他是给Hack 这个语言 实做他的New 他的那种 新建物件的函数 好 那 所以 C元里面Malloc 其实 像我看那个翟瑟夫 他们在写C元程式 几乎 不太用Malloc 就算有用 也只有在main的 一开始用一次 最后用一次结束 没了 他们不会用那么多Malloc 因为这里会造成很多速度的问题 那所以这里 Malloc 千万要小心 不要随便乱用Malloc OK 你可以看到C元的STRCPY 他似乎用Malloc 为什么 因为STRCPY A和B都假设你已经分配好空间 所以我直接扣过去就好 他会不会 会不会说OK 扣过去之前先帮A分配一个空间 不会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字串函数例外 STR DUP 因为DUP本身就是为了要DUP 所以他才这样做 可是STR DUP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不符合C元的风格 所以 这种 像STRCPY这种就是无动态分配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所以我叫他静视 因为他没有留下垃圾 没有留下垃圾 所以他静视 好 那这个是静视的一个呼叫范例 你可以看到通常我们就静态的 我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有分配任何的记忆体吗 没有 我没有用动态的方式 但静态的方式他一定会分配记忆体 动态的方式我没有分配任何记忆体 好 这种的C元写法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但不代表你绝对不能用 但是你要非常小心的使用你的记忆体分配 因为第一个他影响速度 第二个他造成错误 很容易造成错误 好 所以在美国的NASA之前 还有他国防部之前 其实有一些规定就是 C元城市在他的像很多关键性计划 太空计划之类的那些东西里面 禁止使用MELC MELC 为什么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今天一个东西 我是要发射到月球上去 那 你在里面使用了MELC MELC一次两次三次 等到你MELC三百万次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记忆体凌乱的不得了 那你这时候 你的程式会产生 很可能会产生 很多不稳定的状况 因此而产生的Stake Overflow Heap Overflow 怎么办 太空总署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他们很多次规定不可以用MELC 那有些人就在跟我讲说 你不用MELC还是会出问题啊 你如果堆疊异味 还不是一样挂掉 问题是你要堆疊异味 你要有诋毁吧 你不用诋毁 你要写程式给我堆疊异味 你怎么用 你写给我看看 你如果不要诋毁 你要想办法把堆疊弄到 意味你写到手断掉 堆疊都还不会意味 所以你只要再规定不要诋毁 那就没事 你连Stake Overflow的机会都不会有 所以在太空总署的那种规定 是非常严格 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动态记忆体分配 OK OK 那这是有关于 喔 这个 你通常会用MELC的机会往往是这样 在MAN的时候 我MELC一次 最后不利一次 结束 那如果要MELC很多 怎么办 有没有想过 假如有一天你需要MELC很多东西 比如说什么时候你会需要MELC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矩阵相乘的程式 但是矩阵是从硬碟里面读进来 那这时候我就是去读硬碟里面的矩阵 你一开始的可能是矩阵的大小 N乘M的N和M 然后你读进来N和M之后呢 你就去MELC一个N乘M大小的阵列出来 然后丢给他 就没事的开始执行 执行到最后PLEE掉就结束 那 呃 再举一个例子 你如果今天做主意器 主意器里面会有符号表SIMBLE TABLE SIMBLE TABLE你怎么处理它 你怎么样是 让我尽量不要MELC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可以处理SIMBLE TABLE 因为SIMBLE TABLE就是符号表 是我组合语言的主意器里面有多少个符号 我就会 SIMBLE TABLE可能就会有多大 对 那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字串 既然有SIMBLE TABLE那些SIMBLE就要储存在字串表里面 那你字串表要分配多大 这又是个问题 刚开始写C语言的人通常不知道怎么处理 其实最后通常我们是怎么做 我们是一开始分配一个很大的字串表 比如说100万 然后呢 一MAY对现在的电脑来讲小case 非常的小 但是呢 绝对够你主意器的字串表用 大部分 除非你的 你的组合语言超过 超过百万行通常也 不会到100万 那就算到那个等级 你 你再来考虑放宽 但是 这时候他会处理的方法是这样 他先分配一个100万的字串表 空的 然后让你可以在里面不断的塞东西 只要你塞到100万满了 他就直接告诉你ERROR 这个字串表已经用尽 好 那如果 你要取 你要放一个符号进去之前 你是先把符号先加到字串表里面 那你要去检查说 是不是 这个符号已经存在 如果已经存在 就直接传回那个符号就好 不存在才加一个新的 OK 像这样的处理方式 那最后 最后你在整个城市的结束的时候 就把那一个字串表整个free掉 所以最后你到底有几次melok很free 不会有几次 比刚刚的例子一次 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再分配一个符号表 那就两次吧 而且 通常 以刚刚的case 根本就不需要melok 为什么 因为我一开始就规定100万了 我直接宣告100万的 的那个 空间 直接写 C等于 C100 100万 就好了啊 我就不需要 不需要去做melok 直接 那free也省掉 OK 所以这里 你要小心 使用C语言 要非常小心 那如果你使用C++的话 你要记得 每一次的new就是一次的melok 所以每一次的new 对记忆体而言都负担很大 不要乱new 诶 诶 C++的new 删除的时候是用什么之类啊 delete delete ok 我很久没写C++ 忘记 所以大概像这样 所以那个有bug 这种很多很多C元的bug 那你如果用C的话 一定要很清楚指标的意义 那指标 比如说 这个程式各位看不看得懂 double xrfdouble 这是什么东西 函数指标 如果你写C没有用过 这个代表你不熟悉悉啊 函数指标 写C一定要会用 这个程式在做什么 微分 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做微分吗 你一年级学过微七分嘛 对吧 微分不就是 fs加抵s 减掉fs 除以抵s 那就是微分嘛 那这个程式就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只是他的f是传进了 这样子才可以做任何函数的微分嘛 所以我今天直接把 dfssine 也就是说他做sine在四分之π的这个地方的微分 它会印出来四分之π地方的微分是 的写率是多少 这叫数值微分 会用函数指标 即使那个系统里面有一个排序 C元的排序sort 我忘记是sort还是qsort 它里面也需要传比较器的指标进去 比较器的函数指标进去 所以那种东西是非常常用的 那 字串和正列这些 如果你初始化的话 这样写就可以了 会比较快 有很多同学我发现 特别是去年你们上那个 有人拿那个资料结构课本的 的那个 那个链结串列的那个 来问我 然后我发现 大家就死k那个演算法 最后没有实作 然后去考试 我觉得这样其实是用格不大 就是你既然学链结串列 你就要自己去写一个链结串列出来 所以 你要怎么写链结串列 你每次都要先把什么链结串列的 新建一个node 然后再加入 然后再做一大堆动作之后 才可以再显示的话 那太慢了 你可以试着用这种 直接初始化的方式 直接初始化一组的 结点让它直接连起来 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去写很多这样的函数 那你只指说我要做新增 我要做删除的动作就可以 OK 就不用 不用 让你的程式马 变得很冗长 那结构正列的初始化 可以这样写 整个结构可以回传的 在 新一版的C元 现在各位所使用的应该 最好是已经要使用到C11了 C11就是2011年初的C标准 OK 比较早的还是会使用到C99 甚至还有人在使用C89 那可是 不代表越后面越好 但是越后面所支援的语法 是比较多一点的 比如说 FOR回圈里面可不可以学GOINT 是FOR括号那个I等0的时候 能不能写FORINTI等0 这个在99以后的语法就可以 你在99以前的语法是不能这样写 OK 那另外像这个 直接把整个结构传回 这个我不确定到底是在99 还是11里面才有志愿 把整个结构传回 应该99里面就有资源 然后有有有很多 你看我可以这样子先到一个复数 Complex 然后我直接丢 直接把这个复数的位置 传递进去 他就丢给他 他就算出ADD12 就直接丢出加法 1和2加之后的结果 的复数结果回来 这样子的话 你写起来 C写起来就会 轻松愉快很多 另外C语言最特殊的就是 用指标做记忆体映射出入的这种功能 这个程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看得懂 这个程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看得懂 这是什么 只是这个记忆体 通常是用来做输出入的记忆体 它的词会动态的被外部的装置所改变 所以你千万不要在最佳化的时候 把我给视为是不会改变 然后把它优化掉 不然它过度的优化 有做 把它认为不是会发性的 的变数来做优化的话 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会产生程式错误 所以Valetyl的功能在这里 好 这是牵涉到 牵涉是程式该怎么写 你要写牵涉是程式 第一个你要认识Valetyl的这个字 那另外呢 你看这里我写Key Key等于这两个Key主题 Key等Key 这时候它就已经把 FFF01到02 这个16位元 16位元的整数值读进 OK 它只要做这件事 Key等于Key 它就把那个值读进 OK 所以 C元在这方面是蛮 它最厉害的地方 其实是在这里 好 所以C元 是用来写系统软体和迁入式系统 也正是这一门课的主要语言 OK 所以 这部分 要 要多注意一下 那像有些人 这边其实 我发现很多写C元的人 他们的洁癖比我更强 更多奇怪的坚持 那他们会觉得你这样写 各式各样的建议都有 不过 有一些人 会提到一些特殊的技巧 这种特殊技巧 有一些我自己的个人经验都还没有碰过 像这一个我就没有碰过 这个不知道在哪个领域的人会碰到 他说 有时候你要避免堆叠异味 或者是你要让它堆叠异味的时候 会自动出现一个警告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Stake boundary 堆叠的那个区块 后面放一块MMU例外 也就是说你把堆叠那一块锁定了 那只要你一存取超过那个区块的范围 它就会触发例外 那这样的话你就 比较不用担心堆叠异 会造成城市的错乱 你因为它会触发例外 你在那个例外里面再去处理这个堆叠异 例如说直接把这个城市砍掉 说你的城市已经堆叠异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剩下的就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所以今天先稍微提醒各位一下 写C元的方式 这是今天的